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果不等人 因为它会一直熟一直熟 你种的越多 你会来不及去踩它 会烂掉 你跟这个水蜜桃要有感情 你知道吗 真的要有感情 你没有感情的话 你随便做 它也是一样随便的 每年的六七月是台湾拉拉山水蜜桃盛产的季节 这个七分 然后八分九分完 它就变水了 清起来更甜 它的颜色会有一点偏黄色的 它轻微一出来 那就很甜 这里是高一部落 海拔约1000到1400公尺 地形气候条件相当适合水蜜桃的生长 我们是主要是什么样 它是太阳从那边过来 一直从早上一直到中午到下午 它都晒得到 从前面晒 因为水果是这样嘛 它这样晒晒晒晒晒晒到后面 所以它晒得越久 水果甜度的越高 焦嫩的水蜜桃在果农刘光辉的照顾下 每一棵都个头硕大 温元饱满 大概一棵树里面大概要100 最多 150粒以下最好 我们是做到差不多看不到的时候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开始在公寮那边 我们没有回家 吃住都是在这边 真的喔 整个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都在公寮那边睡觉 每到采收 就是农民最忙的时候 山上路途遥远 请不到工人 所有的农物只能自己来 即使今年已经六十几岁了 所有的工作依旧只能靠自己 还有就学中的小孙子 就今年就两个而已 这次才采回来 平常都是我们两个 都是采这个水果 从头到尾 都是我们两个的包办 这样做 虽然累没有关系 看不到什么钱也没关系 都不信价 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钱不卖完 都要赚很多钱 那个心理就不好 我们人不要一直想说要赚很多钱 平安那是重点 吃得饱就好了 每天这样活动快快乐乐 这样过不是很好吗 只剩这样老人与小孩 这样的情况在高益部落相当普遍 我们也是希望说小孩子在外面工作 有没有 这边工作的话 存一点钱 在山上是不可能说 你每天都有工作 有一天每一天不行 所以小孩子在外面工作的话 也好一点 那居住在这里 稳定居住在这里 当然是以务农为主 那也是老人 老人带孙 这是很正常的事啊 那都市 为什么老人带孙呢 因为很多年轻人到都市去了 因为那里的生活收入比较稳定 所以整个生活的趋势改变 所以年轻人都必须到都市找工作 带着孙子一起包装 有光坏的水蜜桃 就算种得再好 他们也只会卖给盘商 或是在路边贩售 不懂得行销是老农们一致的致命商 要不然我们两个干嘛 在那边看 你看我 水果熟的时候不知道要干嘛 要卖给谁啊 整个想啊 对 我们在聊天啊 还在考虑 人家脚还是这样子呢 要卖给谁 水果没有错 但是很漂亮 很大 甜 但是我们还要考虑 怎么出去 那这是什么 这个是车子 车子 那谁在里面 那谁的呢 那谁的呢 爸爸 爸爸呢 你呢 你在哪里 他有小的那个车子 在车子 常年在偏销推动儿童艺术治疗的赵世翼 就在上山服务的途中 看到了这样的情况 我看见路边有一个老阿嬷 很可憐 那还可能看起来已经七年几岁了 那他在卖水果一桃 然后我就停下车来跟他 想要说 问他说 为什么我在路边买 不是有农会吗 就他说 因为他自己 家里面 年轻的一代都在三家工作 他要照顾孙子 那基本上 他的年纪也大 所以他没办法爬得很远 那其实种植水果 是需要很大的劳力 曾经在金融业工作 赵世翼年纪轻轻 就远赴香港担任证券公司的要职 当时因为心理压力过大 而罹患了忧郁症 我会觉得说 没有一个 看不到一个光 就好像我被困在一个 黑色的隧道里面 对 那我自己走不出去 那实际上可能 别人看我 哇很羡慕 又年轻又在香港 薪水也不错 又可以管那么多人 但实际上 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其实我根本不想要这些东西 经历过那一段时光 他知道这样的情绪 会让人陷入绝望 所以控制病情后 他选择投身公益 关怀忧郁症 尤其致力于偏乡这一块 偏乡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家庭的问题更多 可能有隔代教养 然后有父母亲离婚的 有单亲家庭的 然后有训续的家暴的 那实际上我也发现说 其实如果你小时候 有这些情绪问题 你不解决 然后可能你长大之后 他是用压抑的 因为我们的教育 就是用压抑的 这些是什么 呃 等一下 拍牙喔 对 宣伦场 但这不知道我会是 拍牙要什么牙色 哇 等一下再想 等一下再想 于是他试着邀请艺术家 到天乡陪伴小朋友画画 其实透过绘画 透过艺术 是可以疏解 不管什么年龄层的情绪 对 那所以我才会想到 那透过 也是当作帮助 一些我们台湾的一些 很爱心的艺术家 然后跟他们 其他们来生 跟小朋友互动 然后透过这样的互动 然后让小朋友 从小孩可以画画 知道说画画很快乐 那以后 可能长大的时候 他可以去欣赏艺术 那或者说 他可以透过画画 来处理自己的情绪 这样子 怎么调皮肤色 皮肤色 加黄色 加红色 加白色 红色 你来讲啊 解决小朋友的疑难杂症 他是林轩逸 也是台湾知名的涂鸦大师 经常受到国际品牌的邀约 将作品运用在产品上 每一件创作都是数十万 甚至百万起跳 但他最喜欢的 还是来到偏乡 跟小朋友一起作画 我觉得是 启发的部分 我觉得技巧好像没有 没有什么好教的 而且如果你太 自私地跟他们讲说 技巧或什么的话 可能会限制他们的创作力 我的画啊 在商商经济棍的事情 有什么 有 我有看到山猪 飞鼠 还有老鹰 还有看到桃子树 我画山 然后太阳 然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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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山猪 将小朋友的画作 印刷成水蜜条理盒 结合部落小农 共同行销 所赚得的利益 再回馈到孩子的身上 这样的模式 今年已经是第四年了 我们是把小朋友 当成我们的创意伙伴 所以每卖一盒 拖掉我们的成本之后 我们都会分论 净利的35% 给学校 然后5%给艺术家 这一棵够了 熟了 它已经九分熟了 只是刚开始 要让大家 相信他们 确实有些难度 还好 部落长老李月兰 愿意冒险 才让这件事 有了契机 当然 一开始 召集人是我 那我想说 对部落 有利益的东西 我们就全力要去做 那那个 我就召集小农 来开会 我说有这样的一个 好消息 来告诉大家 那大家就好像 当然有质疑 这个 这样吗 那样吗 这样子 到底多少钱 然后这个钱 他们到底会相不相信 这些问题都会有的 这个手 摸起来就能不能 将一年的辛苦 交到赵氏仪的手上 重新包装后 高一部落的水蜜桃 有了新的模样 正常人家摆就是一排而已 我有时候会跌高高 这一篮就可以放到尺上 种植很拿手 但行销包装 却是新人 所以李月兰带着竹人 先将水蜜桃 泰选分级 每个动作都得小心翼翼 这个太熟的 它很容易摘下来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在篮子里面被压到 压到之后 它就会渗出水 好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包装了 将破熟的 有虫害的桶红飘掉 就是要将品质最好的水蜜桃 送到消费者眼前 这个秤金大概三斤 有够重 实在是足够的 那个包裏盒的样式 非常的漂亮 一个比一个漂亮 你看 有付出就有获得 很辛苦 对不对 对 一年的辛劳做农人 可是 听说你家的猴子很多 我还想到给他用尖刺器 猴子 猴子来偷吃你的头子 特别的多 部落同行协力 只为了让彼此更好 有了赵世衣的加入 拉拉山的水蜜桃 味道不止香甜 还多了一份 为孩子 为部落老人家 共同努力的心意